这名女子叫豆鹅,姓豆迷鹅,自...不知道 只见她跪在了这形态之上,虽有满心的怨恨和冤屈 怎奈自己一个老百姓的野丫头,怎能斗得过这小王爷呢 小王爷只是一句话,便骂走了这哭刑的老太太 看着哭晕过去的母亲,豆鹅这弱小的身躯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我要死在这块干净的席子上 不要我的血流一滴在安藏的地面上 我要他们统统推上去,让他们这块摆翻 别人送葬有速撤白马 我要老天给我一片雪白的田地来送葬 我要下一场大雪 为了触发这不公平的人事 我要楚州地界,无语无礼,整整大汉三年 豆鹅欢迎刚落,六月三不天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这一时小王爷也心虚了 他催促柜子手赶紧行刑,随着柜子手手起刀落 前一刻还是艳阳高照,下一刻已是鹅猫大雪 当豆鹅再次醒来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山洞内 开门走进来三位仙女 仙女告诉豆鹅,刑场上的大雪就是他们施法下的 这里叫望雪轩,是三界之外的一处净土 而你诅咒楚州大帝大汉三年,他们也会帮你实现 果然,三界之外几分钟,人间已过去两个年头 楚州大帝还真的是干涸无语 百姓民不聊生,饿瓢遍野 每逢豆鹅忌日那天,六月三福天还是会下一场大雪 奇怪啊,明明是酷热的三福天 怎么有股刺骨的寒风,刹咱们都吹来 王富渠打探消息回来,告诉钟徽 这可奇了怪了 在一个叫楚州的地方,明明是六月三福天 却下着鹅猫大雪 钟徽觉得肯定有妖魔作祟 于是,就飞身赶往了楚州豆鹅砍头的形台之上 还是将军厉害 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做法下雪的豆鹅 豆鹅被打得险刑之后,只能慌忙逃窜 刚跑到一出破庙,就被钟徽三兄弟给堵住了 你跟刚才那场风雪有什么关联 干你什么事 六月飞雪是一大异象 我身为伏魔大将军,当然与我相干 豆鹅已不是当年的柔弱女子了 她硬气的教训钟徽 真正的妖魔你不许收服,却来找我的麻烦 豆鹅说完后,就被身后冒出来的两个同伴用土盾树给救走了 钟徽也看出来了 这些人的手法既不来自天庭,也不来自地府 看来自己这是遇到对手了 柳汉燕觉得,豆鹅可能只是柯旗子 她一个弱女子,不会有这么高身的道好 应该是有人接豆鹅的死来大作文章,引咱们出动 果然,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做的局 她的目的就是要引柳汉燕出来 眼前这个道士叫三不真人 受小王爷委托,要把豆鹅的魂魄抓出来彻底剿灭 可是三天三夜过去了,还是没能引出来豆鹅的魂魄 原来豆鹅的魂魄被白衣女子给冰冻了起来 外界任何人也无法捕捉得到 但是没什么事能难得到西欧道之人 只见道士找到了豆鹅的老母亲 让老母亲大声呼唤豆鹅名字,而自己在不停的做法 这样就可以把豆鹅引来了 果然,被冰冻的豆鹅听到母亲的呼唤,瞬间惊醒了 随着老母亲的不断哭喊,她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可是,豆鹅挣脱了冰封 黑山来到了王爷府 暂时,我们把豆鹅吞蓝开立足 我们把豆鹅吞进创造去 暂时,我们把豆鹅吞进创造去